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想云林县是一个高龄化的县市 但是现在的统计 我们已经落居到第四名了 但是我们发现 中间这一块青年不见了 也就是我们青年没有办法留在家乡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 这个农业大县是不是也能够转型 所以我也大概规划了九大产业园区 希望云林县能够多元的一个产业发展 当然在所有的农工商并进的情况下 我们要打造一个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在我这几年当中 大概有38家新的厂商进驻 同时我们创造的这样投资的金额 大概也将近2000亿 所以这九大产业园区 我们以这一新二卓三业 一新就是以斗六湖尾还有斗南 我们规划它就是我们云林县 二十厢镇当中的一个核心 透过二卓 就是我们以农业卓跟工商为主卓 透过我们三业的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农业工商业还有观光业 我想不只是我们透过 谷坑的产业加指园区来跟大家报告 这个地方的本身的土地面积跟规划 其实它就紧连在国道三号 还有我们154以的这个线道 所以我们谷坑本身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的要地 针对我们现在面对净零减碳 联合国永续发展SDGS的17项目标当中 我想云林县也走向一个趋势 也就是如何透过都市计划 来打造一个真正的智慧电动车产业创新园区 再来我想斗南交流到特定区 整个智慧物流的能量园区 那再来就是云林县是一个台湾最大的苏果中心 也是最大的粮昌 那也是最大的蓄产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的能量物流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地 那当然还有湖伟的航太机械产业园区 透过我们高铁特定区 那也借由湖伟这个科技大学 本身它是一个航太的专业 这个保充农业机械园区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农业产业加指的这个情况下 包括我们很多的机械工业 我们都希望能够进驻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麦了是属于我们在石化业 可以说是亚太最大的石化园区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因为 这个创造就业机会 也能够让麦了这个地方 能够增加工业的用地 那再来就是台西智慧绿色渔业产业园区 不只是在这当中 无论是冷链系统或是加工 或是仓储 或是透过这个腹地 能够成为我们麦了港最佳的一个运输的中心 所以我们在博子寮水产精品加指园区这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整个水产的养殖 还有加工的部分 能够进驻到这20几公顷的一个博子寮 水产精品的加指园区 那再加上我们大北港科技产业园区 化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北港也算是一个宗教胜地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 乡客变游客 游客变常客 北港堂场本身 现在24个仓库 我们大概已经逐步的在规划 这个农业大县想要翻转 我想有需要透过农工商并进 来转型 才能够让我们青年留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那让这个云林县不再是少子化 也不再是高龄化 而是一个全陵式宜居的一个城市 谢谢大家 谢谢